丁特贏啦!替台灣遊戲玩家爭口氣 前陣子丁特因為天堂MAN紙不合成的機率問題 與代理商遊戲橘子對付公堂 經過5個月的審理後 昨日法官一時宣判被告遊戲橘子 需賠償丁特784萬875元新台幣 全案尚未定業還可上訴 785萬是什麼概念呢? 以統神說他選手薪水35k來看 可以養5名選手超過44個月了 剛好前陣子兆豐銀行退出了丁特戰隊的贊助 使得對付中間空了一大塊 這邊恭喜YYG終於找到新的贊助商了 老闆謝謝你們 遊戲橘子隨後發聲明對判決表示強烈的遺憾 還將評估上訴 丁特也在接受採訪時提到 雖然球場金額是2070萬 但坦言賠償金額還是超乎預期 也提到如果賠償金真的為785萬 在扣掉個人損失的400萬後 也許會成立遊戲消費者的保護基金會 只能說太神啦特哥 放開來!放開來! 好呀! 好呀! 好呀!